哈喽,我是Gender 这是我首次制作的游戏心得分享影片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款游戏是一款鱼女游戏 很多人会问说,诶?鱼女游戏?男生也适合玩吗? 我就从共生丘比特这款游戏的分享开始啰 因为人间的生育率正逐渐下降 天界的丘比特烦恼要如何增加人类的生育率 在姑姑、米奈娃的引导下得知有婚姻介绍的行业 丘比特有兴趣想要到人间一探究竟 丘比特到了人间之后,首先上了大学 学到人间的恋爱心理学 毕业后到丘比特公司任职婚姻顾问 为了晋升到更高阶的职务 丘比特公司社长给了一个大任务 就是要协助Poloxi5称号的会员们顺利结婚 不料这些会员们个个都有恋爱上的障碍 然而这并不只仅仅是工作上的考验 也是对于丘比特自身的恋爱考验 游戏主体采用的是女主的第一人称视角区和各角色对话 这款游戏主要关键在于恋爱色彩学六大类 分别是无识型、现实型、游戏型、美学型、战友型、友伴型 每种恋爱心理有各种的贺性 然而这些特性对于个人处事上与人交吻各有优缺点 而游戏中就是针对这种个别优缺点加以的诠释 游戏中有很多剧情蛮有趣的地方 像是在刚开始共通线时 参加丘比特公司举办的电视节目 因为主持人的说实之下 男主们就开始脱衣服 然后露出了大鸡鸡 哇靠 怎么突然变成卖肉的节目是怎样 超闹的 然后这个节目就突然爆红 原来大家就是最爱看这个大鸡鸡而已 那另外还有一幕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丘比特为了教训狼爸马斯 所以像马斯射了一支恋爱剑之后 马斯第一眼看到了扫地机器人之后 就爱上了扫地机器人 而且还和扫地机器人互撞了一个月 诸如指内有趣的对话内容真的是超有趣的 整体的剧情丰富有趣不无聊 首先是利捏特米勒 就是在本作的女主 女主很有独立自主的想法 即使遇到扎班的男主群 仍然维持有逐渐前进 人设非常适合丘比特这个角色 吉尔洛夫克拉夫特 刚开始就觉得他尿脑附身 这种个性并不是不好 但是又太过火了 其实自己认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方着想 但其实这就是最自私的表现 并不是说所谓的无私无我 这种爱只会让对方觉得更沉重而已 若是为了对方把对方当成废人般的照顾 然后又偷拍对方的照片 偷偷收成起来流口水 老实说除了有公主病的人才会喜欢这种心理变态 不过在他开车冲上天界找丘比特的时候 就让我有一点小感动 薛尔比 史奈尔 他是超级精明能干的社长 虽然形象一百分 但实际表现并不是说很聪明 某些时候是还蛮可爱的 但重点是在于他稳重求实的性格 这种老实努力人的性格 从古至今都是大家最想要深交的朋友 不过不太与人交集的个性 常会自己有乱想有的没的 个性上是有点残念 劳尔 雅克尼特 不管是长相还是个性上 都是蛮不错的演员 在待人处事上还OK 只要聊到神话相关的话题时 就会停不下 这种粉丝相的个性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随随便便男女上床滚床单 觉得这是普通的事 只能说这样的价值观 我个人不太能接受 在后续故事的剧情大反转 他竟然是某个历史人物的转世 让整个剧情突然变风复许多 至于这个历史人物是谁 可以稍微猜下我的英文名字 大概就知道了 银彩院F5刘徽 老实说银彩院的个人性比较普通一点 个人觉得他比较像是未经世事的弟弟 表现上并没有太大的特色 所以算是本作中个人觉得比较平淡的男主 艾伦梅尔维尔 原本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就是个渣 只会对情侣或有结婚的女士下手 一度认为说这种渣男 怎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但后续的剧情得知到他的处境后 就会觉得说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对错 我深深就提悟到说 有时候自己所想的并不代表对方的事实 他的角色居线会比较麻烦一点 要将测验的恋爱色彩 还有个人线好感度提升到条件之后 才可以进到G1线 那我觉得艾伦线的剧情 算是在本作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隐藏角色为了不剧透太多 就稍微讲一下就好了 他角色的外形是个人蛮喜欢的造型 他的个性就是丢到新环境之后 我就会依赖度爆表 有点像小动物一般 会紧紧跟着他的主人身边 傻到蛮可爱的 会让人有那个保护欲 前面五个角色线的剧情中 还没有详细说明的内容 都会在隐藏线加以说明 隐藏线的交往形态 算是个人蛮向往的 就会互相成长互相的进步 然后互相的挟持 协助扶持 隐藏线的两人剧情过程 算是我在本作中最喜欢的 一游戏官方的通关建议啊 会先从旭尔比开始 然后接下来是刘灰 吉尔 劳尔 爱伦 然后是隐藏的角色 那我个人的通关路线是 从吉尔开始 然后旭尔比 刘灰 劳尔 艾伦 再接隐藏角色 不过我是认为说 前三个是随意的 主要是后面三个 先劳尔再艾伦 在剧情上的结合 会比较合适一点 美术设计上 从开头标题的UI设计 就很有巧思 小小的幻兽纸片还蛮可爱的 按钮设计也很大方 有别于其他游戏的按钮设计 绘图风格会比较像是 少女泛画的风格 用色比较鲜艳 而且强烈的对比 那各场景的作画上 会搭配该角色线的细节 非常的用心 男主与女主的表情 还有肢体动作 会让人浓入在其中 感同身受 剧本上真的很有趣 没有话讲 原本我是以为 他就是平淡无奇 觉得普普的 但是后续的剧情 整个都大反转 个人超喜欢这类的逆转剧情 还有剧情上会有开点小车 个人觉得还好 就是开车描写上会比较抽象一点 用词比较文雅 所有个人线都描写的很完整 虽然在Bed End上大多都是 比较草草带过 但说真的我们玩家 就是只要你的Good End 写的够好 那就够了 我觉得这是一款寓教于乐的游戏 不仅女生要玩 我觉得男生更要玩这款游戏 从角色的对话中 多去感受双方想要表达的心情 有一点像是在训练如何换位思考 增加自己的同理性 就假如说你自己是女主的话 会期望男主要如何 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当你自己是男主的话 你会想说女主会怎么想 换位思考说不定 也可以知道说 自己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弱项 也可以知道说 自己有什么强项可以去 最需要展现出来 我也在里面学到蛮多 没有想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款 男生更要去玩的游戏 希望各位男士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进玩玩这款游戏 目前游戏还是女生分享的比较多 男生其实有在玩 但会分享的人不多 我个人玩游戏的心态 大多就是看剧情为主 比较喜欢推理逻辑类的 部分声优也很喜欢 比较常听到的像是 三田治河 福山论 甘本心宴 子安五人 奇藤 撞马 那最近的动画 那浪克剑星 浪漫谈 他的剑星的配音就是七成撞马 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们会在作品中增加很高的带入感 有时候比较出乎意料的对话情境 真的是超有趣的 我觉得在英语游戏中 找寻另类的新鲜感 也是蛮不错的休闲方式 不知道有在玩英语游戏的男士们 是不是有类似的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 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各位订阅 分享 按个赞 我是Zender 祝各位游戏愉快 再见